一声告别礼炮 酒店员工和大家说拜拜 曾经是港岛区最大的酒店 生了大人之后 纳烛铜螺环46年的鱼冬酒店 正式报入历史 有人专情来怀面 有些少不舍得 我在这里做个member 带家人吃着我餐吃到 我妈妈过身了 都这么久和家人 一来到十多二十人就会吃 回忆 我是前员工来的 最难忘可能我很挂着前台 因为前台是我上班的地方 很多旧客可能都知道 他们最后有回来住 所以都觉得大家都很不舍得 这个地方 依依不舍的还有他 毕竟酒店和香港一样 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变化了很多 我们最初来的时候 多数日本客人 外国人 现在多了很多中国内地的客人 唯有人情味不变 有一个我很记得住了很久 然后他离开那天 他就很放心地叫我帮他劈行李 然后他就跟我上司说 他就说我好像他妈妈那样 其实我那时候比他年轻 这一样令我挺难忘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宜东酒店留住了人生一顺的回忆 可能是去酒店喝起酒 或者为了他的无敌 违港烟花景 专程拍拖或者聚咎 更加亲切的 可能是去英式酒吧 和朋友放工松一松 所有美好的情怀 都是和人有关 很多客人要求我们帮他拍照 回来宜东好像回家 都不是很舍得 不过这几晚都有点睡不着 酒店将会拆设 重建成商业大厦 不过仪和五炮不变 最珍贵的回忆 也常在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